第八十四集 忽然间,魏洛感觉到了这两人之间的剑拔弩张的气流,他更老实了。 于是,作为异性君的女人的他,又向异性君靠谨了一些。 公子义纵然是故人,又对他曾有相助之德,但是他现在已是异性君的人了。 如果他和异性君之间是对立的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,他都是必须顾及异性君的颜面。 这时,人群的低语声中,有几句对话传到了魏洛的耳中。 本公子义本数字,流落江湖多年,二三年前还曾刺杀过齐太子。 对,往事何必多言?齐太子年前病死,齐侯老矣,幼子不过周岁。 公子义为侯写卖,自得旧臣看重。 一声一声的议论传到了魏洛的耳中,正在这时,公子义转过头来,他清俊的脸上带着冷笑,栩栩的说道。 文君为怀中之父,居然倾两成相患。 易信君也是微微一笑,清冷的回道。 公子义的笑容更冷了,他不屑地瞟了魏洛一眼,在对上魏洛的墨浴眼时,他微睁了睁,转眼,他便收回了目光,紧紧地盯着易信君说道。 君之两成,虽为封定,谁是齐之疆土?君以齐之疆土换以晋国妇人,果然目中无奇啊。 这句指控很是严重,这句话中也含着很厚的敌意,魏洛听着听着,身子又向易信君倚了倚。 他现在真的很明白了,易信君为了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 感觉到他的挪动,易信君以为他害怕了,当下身臂把他一搂,温柔地朝着他看了一眼,伸手把他的脑袋压在怀中,把他给藏了起来。 然后,他冷冷地瞟向公子义,淡淡地说道。 易信如此行事,公子应当欢喜才是。 若易信不出差错,公子怎能收得群臣之心? 果然是剑拔弩张。 魏洛被易信君搂得太紧了,都喘不过气来。 他双手把他的手臂移开了一些,伸出了小脑袋来,转动着咕噜噜的墨浴眼,红着小脸,深深地呼吸了几下。 他终于呼吸平缓后,抬头见,对上公子义的目光。 这一回,他清楚地看到,他看到他的眼神,由疑惑和不屑,转为惊艳。 然后,他迅速地回过神去,冷冷地瞟了他一眼后,收回了目光。 见到公子义这个模样,魏洛悄悄地吐了吐舌头,纵使这个男人对他有明显的敌意,他也知道他是敌人,却是恼不起来。 齐国两位权贵的暗流涌动,在场的都是聪明人,自然是看得出来的。 安静中,一阵香风飘来,这香风很是好闻,与夜风吹来的桃花梨花相互吻合,沁人心脾。 环佩轻想中,腰间佩满宝玉的菜鸡乒乒乒地滑翔而来,那滑动的姿势,脚不动而长袖飘飞,虽然坐坐,却是极美,菜鸡很是欢喜。 因此,纵使不是舞蹈中,他也这般滑行着来到公子精灵的身边。 两个士臂见他过来,连忙把他的踏脊摆在了精灵公子的下手,距离他三步,靠近重踏处。 士兵们摆他的时候,菜鸡一双妙目,盈盈地含着无穷期待地瞅着他。 虽然没有开口,那眼神中分明有着千言万语,仿佛是盼他垂脸,更仿佛是要求把自己的踏脊与他同牌而摆。 他的这种眼神,只要是个男人,便可以清楚地看懂。 当下,众公子纷纷地盯向了公子精灵,一双双眼神又是嫉妒,又是含着男人之间都懂得取笑。 对上菜鸡的这种营营丘波,公子精灵却只是微微一笑,便漫不经心地引起了尊重的酒水来。 菜鸡见公子精灵,对自己的妩媚无动于衷,值得泱泱不乐地坐回踏上。 他的坐姿很是优美,一双妙目固盼生辉,可是众人的注意力大多都是集中在棋之守卫上。 慢慢地,菜鸡也转过头,顺着大家的视线看去,在众人都注目着两个棋国使尘时,菜鸡看着看着,他的双眼却是直直地盯上了位落。 这时候的魏洛正在老实地已在异信君的怀中,虽然低眉脸目,在腾腾的火光中,面目却是清楚可见。 魏洛感觉到了一抹灼灼逼来的目光,不由抬起头来,他实在是盯得很认真,很是仔细,在对上魏洛的双眼时,菜鸡半赏,才眨眼一笑。 他这一声笑,悦耳之急,而且他笑的时候,长袖半眼,娇躯颤抖不已,那被肃得高高怂起的胸脯,更是一抖一抖的,煞是风骚。 菜鸡的长相气质中,有着公主才有的雍容,因此,他这风骚的表情,便不如寻常的美人那么肤浅,反而更加彰显了他那雍容和俗媚相容的特种气质。 当下,离有不少的男人,频频向他看去,菜鸡目光流转间,对着众男人盈盈已故,然后他转向了魏洛。 再一次,直直地盯着魏洛,菜鸡忽然引羞眼嘴,娇声地唤道。 啊,鸡好生眼熟啊,莫不是故人? 早在菜鸡向自己看来的时候,魏洛便是一领。 此时,他这话一出口,魏洛便拧紧了唇。 菜鸡的声音不响,便如寻常说话一般。 只是,这两个绝代佳人之间的对话,而且,这内容也是太不寻常了。 顿时,坐在前面的权柜都是一针,转眼便向魏洛灼地盯来。 这一看,一阵滴滴的惊叹声不绝于耳。 诶,此两姬真相泪耶。 面目一息,实事相似。 不知此父出身为何,究竟是哪国公主? 乱七八糟,温至踏来的议论声中,魏洛清楚地感觉到,近人那一席,以及其人这一席,都在灼灼地盯着他,等着他的反应。 在众人的期待中,魏洛抬眸,含羞一笑,温声地回道。 啊,窃族已道传家,隐也,想来人有相似,物有相畏,鸡看错了。 他说,他的家族都是隐士,又说这人长得总是有相像的,是菜鸡误会了。 魏洛这回答,终归终举,仔细一想,却是什么也没有交代。 不过,听到他这个回答后,大多数的男人,还是把注意力从此事上移开了。 毕竟,如果他真的是公主的话,他没有必要否认的。 菜鸡听到魏洛这番回答后,却还是疑惑地盯着他。 在菜鸡那灼灼的,直直的盯视中,魏洛真的是觉得不自在了。 但是,他又不好意思躲起来,被一个女人这样盯一下,就要躲起来,那就是太胆怯了。 对他的形象不利,因此,他只能含着笑,任由菜鸡打量不休。 草地上,众人已经压低着声音,胡乱地说起话来。 依然,只有近人那一席,以及奇人这一席,在关注着菜鸡的表现。 片刻后,菜鸡哥哥一笑,再次娇声地说道。 啊哈哈,一,一,既之家族,当真,为隐乎。 魏洛一抬眼,并对上隔着一大堆的脑袋,精灵公子沉沉盯来的目光。 这一四目相对,魏洛确实争住了,因为,他的眼神居然只有沉思,疑惑,他原以为的,他会带着某种杀意的目光,却始终没有出现。 只是一争,魏洛便收回了目光。 菜鸡显然只是疑惑不解,没有从魏洛这里得到答案,他也收回了目光,转开了注意力。 这样一来,已有不少的贵人,把视线都集中到他的身上。 众华子纷纷举起酒尊,向他示意,在喧嚣声中,菜鸡扭着腰肢,乒乒停停地起踏,向席剑走来。 他才走了几步,楚公子不离,便是手一伸,已扣紧了他的手臂,把他拖到了怀中。 菜鸡英明了一声,娇喝了一声,楚公子不离一边哈哈地大笑,一边就着酒尊引起了一口酒, 然后他头一滴,便向着他的小嘴里补去。 他补得很急,酒水顺着菜鸡的小嘴流出,菜鸡一边挣扎,一边娇喝,真是扭动了好一会儿, 他才从公子不离的怀中挣扎着站了起来,神奇的是,直到他重新站起,他尊重的酒水,还是稳稳的,一滴也没有溅出来。 草地上,属于权贵们的钱牌,因菜鸡的走来,处于一阵欢笑和鼓噪声中。 时不时地有公子拍着大腿,喝叫着要菜鸡坐上去,菜鸡一路笑意盈盈,趁骂之间风情避陷,令得公子鼓噪更是渗了。 威洛一领,忽然间,他感觉到公子精灵,以及身边的义信君都在一顺不顺地盯着他,都在等着菜鸡的下吻。 威洛淡淡一笑,头也不抬地回道,啊,然也。 菜鸡再次一笑,他的笑容中,语气中,有一点漫不经心了。 啊,谢之母曾有异解,眼似墨浴,雨鸡好香泪耶。 忽然间,威洛发现自己屏住了所有的呼吸,忽然间,他发现公子精灵投来的目光,身边义信君的丁氏直视咄咄相逼。 他很想展开一朵漫不经心的笑容,可是勉强挤出后,那笑容却是带着几分僵硬和虚假。 菜鸡似乎是没有察觉到魏洛的不妥,以及那几个人的在意,他依然笑望着魏洛,细细地打量着他,打量了一会儿,他又说道。 一,好生香泪耶,妾母之姐美观一时,引无数丈夫亲目,妾既之身影,既之容貌,与他足有五分相似,既之另有父母,皆为掩尸。 这话,已是十分的怀疑了,魏洛抿了抿嘴,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,那两道咄咄叮来的目光,都转为若有所思。 正在这时,公子精灵低沉和缓,漫不经心的声音传出。 却不知蔡大家的母祖,乃何国公主? 他的声音低沉温和,完全是信口问出的样子。 当然,现在对蔡姬的话产生兴趣的不只是他们两个人了。 在蔡姬说出,妻母之姐美观一时这几个字时,众男人都是频频地向他们问来,一副遥有兴致的样子。 蔡姬见到公子精灵向他问话,大是欢喜,他受宠若惊地回头看向他,痴痴地盯着他俊美无助的眉眼,看了片刻后,才说道。 啊,妾之母来自月光,是月公主。 妾母之姐当年燕明缘播。 西乎,她竟然在嫁楚前夕深陨,妾母一直为之遗憾。 她说到这里,又看向魏洛,目光中很是温和友好。 西乎妾母不在,她若见机,必欢喜也。 魏洛低着头,她一动不动的,她可以清楚地感觉到,精灵公子在听到,月公主几个字之后身子一僵,魏洛这个时候听到了几个嘶语声传来。 这些嘶语中,有人在问月公子。 真有如此佳人呼,公子可曾见过,她比之异信君之机如何,呃,更加美艳呼。 不一会儿,月公子有点迷惑的声音传来。 我不曾听闻,怪在,蔡大家之母应该是父侯之妹,不过十数年间,存得如此佳人,从不曾经人提及。 她这话一出,魏洛轻轻地吐出一口肠气。 这气一吐出,她才发现自己的颈尖,背上都渗出汗来了。 纵使这时,她依然可以感觉到公子精灵啄啄叮燃的目光,可是她的心已不像以前那么慌乱了。 她终于记起来了,就算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揭穿了,可公子精灵已经是不能轻易地,随意地杀了自己。 她的身后还有素啊。 想到这里,魏洛又是一松,她大口大口地吐出两口气,原来发白的小脸终于转为正常了。 魏洛万万没有想到,高义会在这个时候提到自己的名字,原来她还记得自己啊。 她蒸蒸地抬起头,确实向易信君看去。 易信君的脸有点硬,有点僵,魏洛见此没有回答易的问话。 公子易见她不理,只是一晒便收回了目光。 接下来,原机庆机的表演,众人都是有点漫不经心了。 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便到了散场时。 魏洛被易信君紧紧地搂着腰,低头,走出场处。 人流如潮,走着走着,她漫不经心地头一侧,看向那个高大的身影。 这一回头,她直直地对上了公子精灵的目光,四目相对片刻后,魏洛垂下眼瞼,就在易信君的怀中,朝她微微一扶,然后她头一转,再也不回看。 她这是告别,这一别,也许是永别了。 这个男人,这个国家,这个地方,不知道她这一生,还有没有再次见到的时候。 忽然之间,她感觉到了无力,酸楚和伤痛。 魏洛眨了眨眼,把这种情绪都是藏在心中。 宴会还在举行,不过公子易的到来,明显使得易信君的心神已不在宴会上了。 估计,她在晋国待不了多久,便会启程了。 公子精灵,静静地目送着魏洛离开的方向,她自是看到了魏洛的告别,不知道为什么,在她的义服转身时,她发现自己的胸口,又是一阵的堵闷,又是一阵呼吸困难。 魏洛上了易信君的马车,一路驶回了驿馆。 果然,如魏洛所料,数天后,易信君便带着她启程回骑了。 而公子易却还留在晋国。 长长的车队,以立着驶出了新田,这一路上又是相车相送,不过这一次,不只是待机来送了,新田城的别的贵女们也一并来送别了。 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易信君的马车,目光灼亮,只是想着她能露出一面来。 出乎魏洛意料的是,易信君当真是露面了,她掀开了两侧的车帘,让自己和魏洛都出现在阳光下,坦然地与众贵女相对。 新田城轰动了,无数人拥挤而来,男人和女人,老人和小孩,这一刻都是兴奋到了极点。 不知不觉中,新田满城接欢,一路向送。 直到出了新田城,魏洛都没有说话,她很想高兴地笑,她很想快乐地说自己自由了。 可是,她高兴不起来,快乐不起来,这一别,真的是永别了。 这个时代交通这么不便,从其到尽,何止是数月之成,何况,她与她之间已有了刻骨的伤痛,刻意地忽略,加上时间的流逝,还在空间的距离。 这一别,真是永别了,这一别后,纵使恨,也会显得奢侈,到头来,不过只是陌路人。 无边无际的孤怜和失落,伤痛和苦涩,涌上了魏洛的新田。 不过,她没有刻意地躲避这种情感,这是她最后一次怀念那个男人,怀念这个地方,就让她沉浸一会儿吧。 异信君也没有说话,她一直揉着眉,手指频频地搓动着,显然,正在寻思着很重要的问题,她都没有心跟魏洛说话了。 精灵府中的书房里,公子精灵端坐在榻上,她的脚前,菜鸡正跪幅在地上,美丽的头颅点在地上低声地祈祷。 哼,君本无心,切便不能滞留。 她说到这里,哽咽了一声,略略抬头,看向公子精灵,泪眼迷蒙见,美丽的小脸见识悲伤。 这一抬头,她对上了公子精灵一脸的冷漠,除了冷漠,还有不耐烦,再也没有比这种表情更令人绝望的了。 菜鸡只是一睁,她的脸色馊得一白,她忽然间无法自控地,以秀颜面,呜呜地痛哭了起来。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粤迹下一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